Hello 大家好 這次這條影片想跟大家分享20個關於勇者神域 你可能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事情 這條影片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這條影片也有國語版 大家都可以看看 不過說話是一樣的 這條影片應該幫助到不少新手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開始說了 第一 到底手抽到這張卡可以嗎 那張卡可以嗎 其實呢 手抽呢 暫時在這遊戲裡面 最高是4星 勇者神域的討論區的相簿 有手抽建議 如果大家真的不清楚的話可以去看 影片的下面我會放連結 你們可以按下去看 那在我們的社區 那裡有一個叫招待碼的東西 那招待碼呢 沒有人只可以輸入一次的 那...嗯... 嘩 原來已經有10個人招待了 那記住大家在輸入之前 就要看一下規則說明 那下次你們都很貼心的 放了一個規則說明在這裡 那好吧 上面這裡呢就有一個粉紅色的 好像經驗屏那樣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呢就叫做SE 那它有什麼用呢 它有兩個用法的 第一呢就是用來升勇者的等級啦 那... 就好像... 咦... 咦...按錯了 這樣 那你就會看到我們需要用的SE這樣啦 那之後呢 第二個用途呢就是它可以升裝備的等級 裝備的等級呢 你看... 這樣就可以看到它需要用的SE啦 那好吧 剛剛講完SE 那這裡的錢呢 拿來做什麼的呢 那其實這些錢呢 你不要看我好像也有多少錢 那其實這些錢呢 需要用到的地方呢 都好... 都好多的 如果你升等升得快的話呢 咦... 因為現在我在用電腦爬 所以它有點新手加害 那我們就用星技啦 那星技的話呢 也要用錢的 那除了星技能之外呢 還有進化和合成碎片 都是需要錢的 那好啦 到底怎樣才可以拿到更加多的SE呢 那到了你20等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活動副本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元素中神 每一天的限時任務來的 那記住去打啦 那我們打一次呢 其實可以拿到很多的SE 那當然啦 你打的相當是跟你得到的 SE是成勝比的 那... 那... 這個記住大家要多一點去打啦 還有呢 如果你打得死它的話呢 在任務這邊呢 是會有更加多的SE 給你另外額外去拿的 那到底這個元素中神 怎樣才可以打得多傷害一點呢 那...其實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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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詳細呢 你們可以參考我零子的影片啦 那... 那他們也有出了少少少關於 打元素中神的技巧 第五樣 那... 那我們的背包容量 你看到呢 它加了一次呢 嘩... 五個紅精換一個... 呃... 換三個背包容量 是不是好像好笑那樣 其實呢 就不是的 那... 你看看這裡啦 現在呢 有三十九啦 三個都是三十九 那我一次加呢 就會加上去做四十二的啦 全部都是加到四十二 那... 那... 為了減少呢 背包毛位啦 這些金蜜鬼雕像 金蜜鬼雕像呢 其實呢 用了它呢 是可以拿錢的 那... 當我是新手的時候 我不知道啦 所以呢... 新手的時候都特別少位的嘛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就... 放在這裡壓位啦 那...我就很笨啦 那...還有這些SC呢 這些什麼SC碎片 SC殘渣 全部都是用的 用完之後呢 就可以拿SC 其實一得到呢 就可以馬上用啦 那就可以... 不要壓住這些位子嘛 然後... 到回復體力 這個問題 那這些體力回復劑啦 還有... 在商店裡... 用紅精回體力呢 都是一次過可以回到五十體的 的 無論你的體力上限呢 是不是五十呢 就是... 小過五十也好 它都是回五十體的 那... 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當初是不知道的啦 但是... 我現在就不示範給大家看啦 我現在還有很多體力啦 好啦... 上面呢... 在紅精旁邊呢 大家都看到聲紋 在召喚這裡呢 有聲紋召喚啦 那...我經常常都會看到 一些人問呢 到底... 聲紋是在哪裡拿的啊 聲紋在哪裡拿的呢 那...其實你每一次 紅精召喚呢 你就可以有三十的精紋啦 靜紋甜蜗 聲紋啊 好啦...之後呢... 就是... 其實抽到碎片 很多人都會發生的 這件事 有些人呢 甚至基本上是沒有用自己的 但其實你不需要灰心啦 因為呢... 其實呢... 抽到碎片有時候都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呢... 看看... 我這裡這個雕仙 欸... 喂... 出來呀... 出來呀... 他不見了人啊... 哈哈哈... 雕仙和我的屎萊姆王子 都是... 都是用碎片合回來的 那好啦... 有時候呢... 我們抽... 會不會抽到重複的嘛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分解的 分解勇者呢... 除了你分解到金錢之後呢 你按完確定呢 你會看到他分解到幾個碎片 那分解完碎片呢 就可以用來突破勇者啦 那突破勇者可以... 除了升運... 不是... 除了... 除了... 除了加生命和攻擊之外 還可以提升運氣 那運氣用來做什麼呢? 運氣就是... 在你打野的時候 有機會多跌一個箱 這樣就可以得到更多素材 或者碎片啦 第十三 那... 有時候呢... 我們呢... 就會在我們的背包道具 這裡會看到一個 叫做A級神秘召喚卷的東西 其實這個A級神秘召喚卷呢 就等於你是在這裡用紅精抽涌者 所以其實呢... 你有可能會得到好的東西啦 也有可能會... 哎呀... 有可能會得到碎片的而已 好啦... 然後呢... 我們三星通關之後呢 就會有Auto Auto的意思呢... 就是電腦幫你打 拆素材和碎片呢 都很方便的 那你就不用自己手動嘛 因為你經常都要拆很多很多的嘛 如果你三星通關之後呢 電腦幫你拆就方便得多了 第十五 前幾天呢... 我見有人問問屎 到底怎樣升等才會比較快呢 就是升等比較快呢 嘩... 答案呢... 就是做完每日任務 那做完任務之後呢 就經常都見到獎勵 是EXP啦 經驗值啦 那拿完之後呢 就可以很快樂 就算你啦 貨金到底買哪一元最值呢 那其實呢 買勇者寶級包呢 呃... 即是50紅精加月卡 是最划算的 因為呢... 你買這個呢 你28元其實總共可以得到200多顆 但你看下面這些 如果這些呢... 70... 80多元才得到72x22的紅精 然後第一次才有 那呢... 其實呢... 88元買100多顆紅精 還有28元買200多顆紅精 大家想到哪個比較划算啦 很有數量的上限呢 暫時最高只不過是150而已 但阿屎說呢... 其實呢... 很少 所以呢... 有機會呢... 會增加上限 第十八 那黑市交易呢 到底哪一個商比較划算呢 那... 其實呢... 就沒有固定哪一個商比較划算的 如果你問我哪一個比較划算呢 其實我都很難回答你啦 但是呢... 他就經常會出現一些... 很划算的東西 雖然經常都有些不划算的東西 所以呢... 其實你要自己去分辨啦 你要自己想一下哪一個划算 哪一個不划算 再不是的話 你可以... 鋪上去... 這個討論區那裡 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買這個划算是否划算 好啦... 到我們30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迷城寶藏 到底迷城寶藏是什麼呢 迷城寶藏呢... 就是一個跟玩家對戰的一個系統 當然你不是真的跟那個玩家對戰 只不過是電腦用玩家的隊伍跟你去對打 然後呢... 你打得越高呢... 就越有多獎賞啦 那你等級... 即是你的位置越高的話... 你要打就越難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不需要那麼急去衝動啦 最後一件事... 那這件事呢... 其實就不是太建議的 不過呢... 其實是一個... 將迷城寶藏打得高層一點的方法啦 那如果你發現你跟那隊對打的時候 快要輸的話呢 你可以離開遊戲 重新再進入過遊戲 但其實這個方法呢... 我是沒試過的 聽說這樣做的話 就可以重新來過 重新跟他對打過啦 嗯... 這個只不過是阿屎的 你跟我說我沒試過啦 那... 如果你們的實力真的撐得太遠的話 其實你再登幾次都不會贏的 就像我現在這樣啦 我現在輸了啊... 那... 嗯... 這個方法盡量可以幫你爭取一些 但是... 其實... 都不可以爭取到很多的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先啦 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幫到大家啦 那... 都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按個讚 還有在下面留更多新手必定要知道的技巧給大家聽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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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 aquest呢 可以來這邊請了 în 黎也 collaborative 我選舉 militar